中方希望各方认清东伊运的暴空本质和严重危害 理解和支持中方的反空努力 个别国家将东伊运从本国恐怖组织名单中除名 为其开脱对其坦扑 完全是在奉行双重标准 操弄政治议程 背后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们敦促有关国家从国际反恐合作大举出发 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恢复对东伊运恐怖组织的认定